下载的东西都会在下载资料夹 所以请你把资料夹打开 然后到下载的位置这边 这边就会有你刚刚下载的Squitch 448 跟Transformer Community 请你把它按右键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资料夹 然后这个Transformer也是一样 按右键GDIP 解压缩 就通通先把它解开 因为它包起来我们是不能直接用的 然后解压缩之后 直接在里面点两下 点两下它会开始安装 因为我们电脑里面现在装的是蛮旧的版本 所以我们直接装新版把它更新一下 然后顺便Transformer也是一样 点两下 通通点两下 然后问什么都说yes 然后下一步安装 全部都是下一步安装 国产的软体都没问题 如果你是对岸抓的软体 你那个下一步之前要看清楚 不然它会带很多什么不正常的网页 不正常的软体进来 那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后刚刚的Squitch 会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你直接按取代 因为我们之前要安装旧的版本 好请各位把它 把刚刚下载的东西解压缩 然后安装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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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